台湾女星绍婷 袁宁 邓绍婷 抱出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料 这个料还是她自己的 绍婷称 自己被一个富商老板看中 该老板还要求绍婷去酒店陪她8小时 并开价40万台币 约人民币9万元 遇到这种情况 邵婷毫不客气的直接回队 我一小时只值5万台币 约人民币12000元 邵婷身材高巧 想象甜美 在参加一当校园美女选拔的综艺节目中 凭借自身优异的条件脱颖而出 成为很多宅男心中的女神 而后在综艺节目里一模仿光阴的故事中 孙一美这个角色迅速走红 由于在节目中表现突出 还成为了该电视节目的固定演出班底中的一员 除此之外 邵婷还是女子团体 的成员之一 随着名气的增加 她逐渐在影视剧圈展露头角 还曾参与过偶像就还太甜心 邵婷也因此从一个模特跨界到了演员行列 尽管邵婷一直努力在演艺圈发展 但近些年一直都是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于是她下定决心 放下演艺事业决定转行 全身心投入到电商事业中 从长男女神姚身 已变成网购公司的老板 少庭的网店营业额实力惊人 从2019年出到双11营业额 就已突破1亿台币 月2300万人民币 仅是面包就卖出超过4万个 在她精心的经营下 电商事业做得顺风顺水 甚至还闯出了一点小迷气 这种生活是多少女性都问之向往的 自信独立又不是底气 但日前 少庭在社交平台上赤透露 由老板通过中介赵刺激协商 表示开价40万台币 月人民币9万元 让她在酒店陪对方8个小时 这让少庭既生气又觉得好笑 在少庭放出的图片中 对方先说明自己消息的意图 然后告诉少庭的老板的年纪 工作地点 时间以及所得报酬 少庭收到消息后 反问对方 阿姨一小时只值5万台币 月人民币12000元了吗 对方非常会讨人欢心的回复 在我言语 你当然是无价的啊 但是在老板言语 每个人的时间都有一个数字 接着少庭对道 看来这个老板不够欣赏阿姨 老板这个价钱 应该没有觉得我是小姐姐了吧 少庭没有感到丝毫尴尬 反而直接说明了对方 是因为写自己老财出的这个价 少庭应该只是想跟对方开个玩笑 气弄一下对方 没想到对方还很认真的说 帮少庭再协调一下 然后就再也没有等到对方的回信 少庭还为此打趣的 还在等冒价回复啊 为什么不回人家 哼 吸血的样子像翻译正网友 让网友直呼太可爱了 现在的少庭拥有大约300平方米的工厂 底下还有20多名员工 并自封为电商女帝 也能看出少庭的自信和底气 想必他也不会为了这点小钱出卖自己 虽然创 也压抑很大 但是看着自己努力得来的成果 少庭应该也会非常自豪 他表示现在在工作栏上都可以毫不犹豫的写下商人二字 这是他对自己重新的定位 也是他当时年一人之后心态的转变 让人不得不再叹一句 独立且自信的女人总是美丽的